胡萝卜虽然很便宜,但秋天,在院子的空地上,种上一些绿色有机的胡萝卜,也是一种乐趣。 胡萝卜在播种的时候,虽然是均匀的撒种,但出苗以后,不免有的地方还是长得过于密集。 胡萝卜习性,喜光怕阴,而拥挤的幼苗会减少光合作用,严重影响后期的生长,其结果就是所有的胡萝卜都长不大。 所以家庭种植胡萝卜,最重要的管理就是要给胡萝卜尖苗。 当所有的幼苗初期以后,就要开始第一次的尖苗,去到相对幼小和长势不好的苗。 第一次尖苗,保持苗与苗之间的间距大约五公分左右即可,然后再等待大约一周的时间进行第二次尖苗。 第二次尖苗同样是拔出长势相对弱小的幼苗,即使长势一样,也要去除一个,目的是让苗之间的间距距距大约10公分左右。 这以后我们还要经常地查看随时尖苗,最终保持株距10到15厘米就可以定苗了。 同时拔下来的间状的幼苗,也可以移植到蜘蛛相对少的地方。 由于胡萝卜地在幼苗期很容易长草,所以尖苗的时候也同时是一个除草的好时机。 一旦定苗以后,我们就要及时地追肥一次,但不要太多,以免烧根。 现在是9月中旬胡萝卜的样子,等到胡萝卜蓬大期开始的时候,我们再施飞一次,然后就是等待收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